主内亲爱的兄弟姐妹 大家平安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的观念 为现实生活而言 似乎才是公平的 然而耶稣为何要我们 爱仇人 并未迫害我们的人祈祷呢 我们如何从不可杀人的诫命 活出内心和平的精神 故意引诱他人 作恶犯大罪 而导致人伤亡者 是严重的罪过 树立坏榜样者 若是位高权重 或者具有威性 或者被引诱者 极为软弱年少 这种罪过更为严重 主耶稣严厉谴责这种行径 无论谁 使这些小子中的一个跌倒 倒不如拿一块驴拉的磨石 套在他的井上 沉到海的深处更好 除非出于必要的治疗 凡是滥用的烟酒 药物 毒品 或酗酒 让他人或自己的健康和生命 受到严重的伤害 都是严重的过错 制造或贩卖毒品 害人害己 对于社会家庭的影响 又深又痛 是杀人的帮凶 可耻的行为 严重的违反道德 医学和科技 隶属于人 由人来运作 为世界服务 是人类的珍贵资源 但是 科技本身有它的限度 它没有能力 指出人的存在 和进步的根源意义 在科学的研究和应用上 不可能脱离人的伦理 因此 以人作为研究和实验的对象 本质上就违反了人的尊严和道德律 对于人体的实验 若没有当事人或合法代理人 明确知道详细流程 而且同意 就违反了人的尊严 即使当事人自愿同意 接受研究和实验 也不能使本质上 就是邪恶的行为 成为合法 再者 若为了延缓一个人的死亡 而直接引发 另一个人的伤残或死亡 也违反了道德律 除了必要的治疗以外 对无辜者直接进行切除 毁损肢体或决意的手术 都严重违反道德律 诱拐 掳人 或绑架人质 是极为恐怖的手段 给受害者和家属 带来无法忍受的折磨 无理性的恐吓威胁 制造愤乱伤亡的恐怖主义 都是严重违缓正义和爱德 为了迫使招供 惩罚罪犯 发泄仇恨 或让异议分子惧怕 而采取虐待身体 或精神的酷刑 都是藐视人的尊严 与违背伦理 请问老师 为了救人或医学研究 可以自愿捐赠器官吗 如果器官捐赠者 在身体和心理上 所冒的危险和伤害 目的是为了救人 成人之美 那么器官移植 或使后捐赠器官 不但合乎道德律 而且是值得鼓虑的功德 对临终者必须给予特殊的关怀 协助他们在尊严与平安中 度过人生最后的阶段 亲人要为他们祈祷 在适当的时候 帮助病人领受和好 富有与圣体盛事 对亡者一体 需要以尊敬和爱德看待 相信并希望他的护活 埋葬实则是一件慈悲的功德 因为身体是圣神的宫殿 是对圣神宫殿的尊敬 必得天主的欢心 不可报复应受惩罚的人 因为复仇是天主的权利 如果愤怒到杀害人 或严重的伤害人 以严重的违反了爱德 但是为了维护正义 而勇敢的纠正恶习 要求补偿 却是值得赞扬的 请问老师 没有直接杀人或以暴力伤人 只有在心中诅咒对方 这样可以吗 耶稣教导我们 要爱仇人 当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 以和平对待所有的人 因此心有不甘 而诅咒对方 遭遇不幸 这种思维或言语 也是违反道德的罪过 老师 为了嚇阻敌人的入侵 抢夺与捍卫国家 应该发展精良的武器军备吧 囤积武器的行为 反而引起敌人更加疑虑 导致更多的战争 为了追求更精良的武器 不断花费庞大的军备 不仅阻碍援助穷困者 也延缓国家的建设与发展 武器竞赛 不但无法消除战争 也不能保证和平 反而争夺冲突的借口 和引发战争的危险 请问老师 当国家被另一个强权的国家 或团体以武力侵犯时 该怎么办呢 首先必须坚持耶稣教导的 基本原则 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 第五戒禁止毁灭人的生命 意味着每一位国民和执政者 都必须为和平而努力 但是当一切和平的方法用尽之后 确定战争已无可避免 政府有自我皇位的权利 伊萨伊亚先知预言 天国的景象将会在爱中呈现 人们将把自己的刀剑 铸成锄头 将自己的枪矛 制成镰刀 民主与民主 不再持刀相向 人们也不再习武战争 圣经肯定只有爱能消除暴力 战胜一切罪恶 唯有人世间彻底实行 耶稣爱仇人的教导时 旧约以新约所描绘的 天国在人间 才会完全地显现出来 本集的教理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周再会